这是话剧茶馆继30年后第二次登陆加拿大 届时由梁冠华、普存心、杨立新、吴刚等知名演员领先组成的茶馆人 将在多伦多与温哥华两个城市带来共济四场演出 在11月8号、9号我们也会举行一些文化大讲堂 让这些著名的演员搞一些文化交流活动 作为老舍先生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剧目 话剧茶馆讲述了在北京城一个人来人往 汇聚了各色人物的茶馆 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 57个主次人物形象高度浓缩在茶馆中 描述了当时生活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命运 演绎了一幅沾满人事坎坷的老北京历史故事 又是富有教育性、又是富有娱乐性 因为非常好看 听那个老舍写的那个北京 地地道道的北京话很好听 等不及那个看现在 咱们把那个茶馆演得怎么样 自1958年首演至今 话剧茶馆共演出600多场 并先后在法国、瑞士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巡演 被看作是中国话剧一座里程碑 凤凰卫视 李源泊 温哥华报导 他丹人家平洋 精浅